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估计昨天的视频很少有人看 有点长 但是是我们休息的日常 如果想看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很轻松的走过西湖 然后走到灵影寺这样子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主题是他了 其实也盼了很多天了 包括我 包括他的新主人也都盼了很多天了 一个 打开看吧 那这包呢 之前其实在视频里面有提到过 应该来说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配置的一个包包 看到吗 一个黑银的薄金35 然后重要的是它是一个box皮 其实了解的朋友呢 应该很清楚啊 其实这个一般大家都比较喜欢黑金搭配 那其实黑银特别少 然后可能很多人拿到黑银之后 也并不会再拿到二手市场来出售 所以在市场流通的黑银还是比较少 相比于黑金的这种搭配来说 黑银搭配我觉得更利索一些 然后呢 也更怎么说呢 它的气场和黑金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说个题外话啊 今天有个小朋友加我 他在爱马仕拿到了一支灰色的康康24厘米 然后搭配的也是银扣 那其实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个颜色 我跟他说 可以尝试慢慢跟他谈恋爱是不是 其实你会慢慢发现他的美 那爱马仕的美呢 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 不夸张 不浮夸 他就是那样 他就是在那里静静的待着 让你去越来越爱他 往往就是这样的哈 第一次听到这个新主人他的要求的时候 我会 诶 柏金三五有BOX皮的吗 我好像柏金包有BOX皮都很少见 可能确实是因为是中古包 或者是一些已经就是目前已经不再出这样配置的包包了 所以在市场上来说非常非常少 我觉得这个新主人他的包运非常好 他跟我说这个要求大概没有多长时间就得到他了 一会儿录完之后就会进一趟 那这个包包呢 整体来说也会有瑕疵 比如说这个位置会有一道折痕 有一道折痕 然后其他的位置小的问题也 其实说实在的也并不少 但是作为这么大的一只包来说呢 我觉得像一些小瑕疵 其实都是可以容忍的 尤其是大包的话 有一些痕迹 这也是他的原话 有些痕迹才好看 其实我也认可这句话 这个观点哈 那我们把它作为日常的这个样子来看一下 这里面目前是没有填充的 没有填充的 是有他的钥匙和锁 难得这么久的包 他的这些配件也都全 然后这个锁呢 其实也是当时那个年份的锁 而不是厚配的这样的 对可以看得出来的 对 他说这个东西是小皮套 每次他跟我说小皮套 我都不太懂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是袋子呢 一个方G克 方框G克的包包 黑银薄金35 试拎一下吧 其实我刚才照镜子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的气质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我对他是有些敬畏的 这样的一个包 BOX皮它和这种Togo皮啊 TC皮和包括那种叫Epsom皮 就是近些年可能比较火的Epsom皮 都不一样 然后BOX皮它本身是有一些笔挺程度的 它可以支持它的这个包身的重量 那这个重量其实也并不算太重 我一会可以再撑一下它的重量 那整体来说是看起来是有鼻挺的感觉的 不像Togo皮那种软塌塌的啊 尤其是像40的包的话 它没有填充物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站立在这里的 我觉得还是很心动的一只包 黑银搭配一直是我的最爱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包 那看一下一个方知一课的包 它的一些情况吧 跟大家说一说 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师傅在后期做的一些工作 拿到之后呢 它的包饼的位置是有一些颜色不均匀的 不均匀的 对然后师傅刚才其实用了 我以为会用到可能要加加班 做的很晚这样 那其实用了不多的时间 就已经把包饼处理到一个很好的状况了 因为本身它的这个基础是比较好的 它的边油包括它的这个包饼 没有任何的这种裂痕啊 或者是其他比较严重的这种瑕疵 所以在它这个基础之上呢 师傅给它做了一些上蜡 先清洁啊 当然是清洁完之后上蜡 上蜡整体这个感觉就会比之前 就是刚拿到的时候好很多 边角当然会有磨损 也都是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忽略的 因为这个包包其实是从日本过来的 那日本的爱马仕的粉丝呢 一般会用的比较爱惜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会把爱马仕的包包 拿去爱马仕的专柜去处理 那年份这么久的一只包呢 你说要是从来没有做过护理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我们推断它其实是在专柜有做过护理的 看得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像我们之前 在视频里面出现过的那种很厚的那种涂抹啊 基本上就是边角啊 一些容易伤到的位置 然后在它的内侧 之前呢会有些污渍啊 在照片里面可以看得到 那师傅们也是很快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干净 这个包做出来真的是让我有一种想哇的感觉啊 超出预期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也是没有吝啬我对师傅们的赞美啊 我说这个真的是做得很棒很漂亮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只包 有没有觉得还挺心动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阻尼感其实很舒服的 这样的阻尼呢 要么就是它本身的原始橙色没有怎么使用 当然这么久的包应该不会说是没有使用过 钻饼的位置 这个阻尼是可以调的 那应该是在去专柜的时候可能做过调整也不一定啊 有可能它一直保持到现在就是一种很舒服的阻尼感的状态 也都OK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令人喜欢的一个包 然后我觉得也是它的新主人会比较喜欢的包包 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今天就是BOXPEED的博金35 你穿的有点嘻哈没有办法去配它啊 没有办法搭配它 像我刚才说的对它确实有些敬畏 要供起来的 哈哈哈